根据最新报告,预计今年将有250万对新人举办婚礼,比正常情况高出约15%。 这意味着不仅新年和新郎,而且他们的婚礼策划师、DJ、餐饮服务商、摄影师和他们的婚礼宾客都将迎来婚庆大年。 报告还显示,10月份是最受欢迎的月份,10月22日则是全年最受欢迎的日子。 值得一提的是,今年不仅婚礼数量增加,每场婚礼的支出也将增长15%,主要原因是通货膨胀和更高的劳动力成本。 此外,由于婚礼的搁置,许多新娘在今年举行婚礼时已经怀孕,因此对孕妇礼服的需求大大增加。 婚纱连锁店David's Bridal表示,孕妇礼服需求量比大流行前高出了10%。 东森新闻团队在洛杉矶的综合报道。